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欢迎来到洛杉矶华人资讯网 好视频的焦点大家谈 那么根据媒体的报道 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 在美国时间的3月1号 也就是昨天周一 发布了2021年的贸易议程 那么对于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这份文件表示 拜登政府将动用一切可能的工具 来反击北京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同一天 拜登提名的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也表示如果谈判无效 他不会犹豫对中国采取行动 两份都是非常强硬的表态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相关的新闻报道 华尔街日报3月1号消息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一 在向国会递交的 年度贸易议程报告中说到 拜登行政当局将会使用 一切可以使用的工具 来应对美国所说的 北京不公平的贸易做法 报告还说 拜登政府将会把处理中国 针对新疆维瑞尔族人等等 少数民族的一些强迫劳动项目 作为一个优先的事项 目前拜登政府正在对美国 对中国的一些贸易政策 进行全面的审查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在一份声明中说到 总统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个 公平的国际贸易体系 推动包容性的经济增长 并且反映到美国的普世价值观 贸易政策必须要尊重劳动 并且要把美国人作为劳动者 和工薪族 而不仅仅是消费者来对待 这份报告在谈到中国时说到 拜登行政当局将会通过 制定一项全面的战略 来应对中国胁迫性 和不公平的贸易做法 报告说 拜登行政当局已经认识到 中国胁迫性和不公平的贸易做法 伤害了美国的劳动者 威胁了我们的技术优势 削弱了我们供应链的韧性 并且破坏了我们国家的利益 应对中国挑战将会要求 有一个全面性的战略 和要比最近零敲碎打的方法 更加有系统性的方法才可以 拜登行政当局正在对美国 对中国的一些贸易政策 进行全面的审查中 报告还特别提到了 中国政府在新疆 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种族和宗教 的一些广泛存在的强迫劳动项目 并表示他们将会把处理这个问题 作为拜登行政当局的一个重点事项 中国政府是否认 有强迫劳动的项目存在的 北京说政府只是在努力的消除贫困 并且采取预防性的反恐措施 另外拜登总统提名的美国贸易代表 华裔戴琪表示说到 中国的确是一个对手 但同时也是一个贸易伙伴 戴琪对参议员们说到 她的父母是出生在中国大陆 但是她本人在台湾长大 后来移民美国了 她说我非常自豪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 美国 因为我们家仅仅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面 一个移民的女儿就可以成为 在全球各地代表美国利益的人 这是拜登总统上任以来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首份贸易议程 那么这个办公室也表示 这个拜登政府认识到中国强迫性的 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伤害了美国工人 威胁美国的技术领先 削弱美国的供应链 并破坏美国的国家利益 那么文件还说 应对中国的挑战 需要全面的战略和更系统性的方法 同时呢 拜登政府致力于用包括关税在内的工具 对抗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措施 同一天呢 美国的贸易代表提名人戴琪 在致信回应国会参议员的提问时表示 他将致力于对抗中国的一系列 不公平的贸易和经济措施 他表示呢 他将利用川普时期中美签署的首阶段 贸易协议中的执行磋商程序 来确保中国 能够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 他也表示在解决长期存在的 中国不公平贸易措施的问题上呢 他对一系列广泛的选项 持开放的态度 包括双边谈判 但是如果谈判被证明是无效的 他也会毫不犹豫的采取措施 戴琪还表示呢 中国政府的言论管制 使美国企业处于不利的地位 他想考虑一种新的贸易政策 把审查制度 中国的审查制度 列为贸易壁垒来对待 我们知道中美从签订 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以来 美国始终没有取消 对3700亿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 而中方承诺的2000亿美元 美国商品的增购指标 也因为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2020年不仅没有兑现 而且缺额是比较大的 那么现在面对拜登政府 和美国贸易代表提命人 对华贸易政策的强硬表态 我们是否可以认为 和缓的中美关系再次进入冰点呢 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 在评论区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那么欢迎我今天线上的两位嘉宾 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 中美论坛社的社长张文基教授 张教授好 张教授好 各位观众好 是 另外一位是洛杉矶西西来大学 经济学教授陈岳云 陈教授 陈教授好 主任好 张教授好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也好 是 感谢两位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 来跟我们分享这个话题 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怎么讲 张教授知道 老生常谈的问题 中美贸易战我们真是聊了太多了 大家都不知道还愿不愿意听 但是现在是一个拜登总统的新政府 那么我们之前是寄希望于 拜登总统能够对于中美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贸易 有一个和缓的态度 另外我们之前也曾经听到过 中方其实在之前有呼吁 拜登政府取消这个关税的这样的一个提法 所以但是面对现在的这样一份贸易议程 然后再加上提命人的这样一个强烈的一个强硬态度 我首先来请问两位 你们对于中美之间贸易的走向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判断 我先请张教授 我首先非常简短的回答你的问题 然后我想再花几分钟时间 谈为什么我会这么觉得 我觉得中美贸易的战 将进入了一个从战争的角度看的话 用战争的术语的话 就进入了一个战略相持的一个 漫长的一个竞争的时期 中间有博弈 有冲突 也会有妥协 但是我相信在拜登上任的头一年 头一两年不会破裂 OK 你怎么吵的话总是不会破裂 那么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想我们要把这个中美贸易之间的逆差 这个表面性的东西 跟今天中美这个贸易战的深层次的原因 本质的原因要把它分开 那么我相信今天中美的贸易战的 本质的深层次的原因 有两个 第一个是因为 美国国内 中间有非常深的 内部的矛盾 或阶级的矛盾 这个不可调和的矛盾 OK 就是你看看那个就是前天 川普在那个美国 那个保守党的C-PAC的会议上讲的话 这个也知道 所以呢 今天美国面临了严重的国内的问题 那么在国外方面 国际方面的话 中国的迅速的崛起 使得它在美国的整体 因为整体国力的下降 面临了中国的冲击 所以这是问题的本质 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 就我个人观察美国 这个中美关系 那么几十年来的 个人的看法 就是说 因为美国过去 三十几四十年来的 这种自由贸易经济 自由经济政策 本身呢 产生了美国国内的 种种的这种 学籍分配的问题 那么 所以呢 今天 这是个本质的 美国自由 那么中国呢 世贸 WTO是美国 创造的 美国把自由贸易的 这个政策 全世界自由贸易政策 推向了在同样没有高的一个层次 就是这个WTO OK 美国跟那个什么 跟那个加拿大 很多搞的这种自由 可是在今年搞了以后 便发现什么 中国呢 你不管什么原因 用你美国人的规则 打败了你美国人 OK 这是根本的原因 那么 今天美国就去面临 美国自己不是没有改 美国在南美战争 以前的时候的话 就用了德国 一个教授 德国一个 那个哲学家 经济学家 List List 他是主张的 那个 那个 呃 经济 主张那个 国家的利益 包括国家人民的利益 到后来 到那个 呃 二战以后 尤其是80年代以后 全面的自由化的经济 美国已经改了很大的改变 OK 今天美国在面临到的内部啊 是不是要要重新改变 他的这个世界观 跟境界观的时候 所以这是个本质性的问题 那么 历史上告诉我们 当你国家强的时候 天到晚要鼓吹自由贸易 因为的话 你很容易 把你强势的力量 升到世界各国 这就美国在 八九年代要拼命搞 他都认为他老子天下第一嘛 OK 可是呢 当你弱的时候呢 你就开始要想要 与关税壁垒 今天 川普 后来 那么走了这一步 代表什么 就本身就反映了 美国所今天面临的 内部的 这个 深层次的问题 那么现在我要讲说 这个问题是 是美国本身的问题 美国世界观的问题 就改善了 时间的 OK 回到那个中美贸易战的 那个 这种 政府层面的 美国的 所宣称的东西 美国圈圈的东西 其实很光明堂皇的 OK 就像戴琪刚刚讲的 也是一样 这是 这是政治正确的 表达方法 对 美国政府 的United States 要寻找一个 公平互惠的 贸易关系 跟中国的贸易关系 但是呢 我们呢 一定要保护 美国的工人 跟美国的商业界 避免被中国的 所谓不公平的 中国的经济的 那个手段 来伤害他们 那 那 绝对言之 就是 所以市场准入的限制 嗯 那个 呃 强迫技术 那个 转移 从此呢 不够保护那个 保护那个 那个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K 所以他后面 前面就是光明堂皇 后面就是讲说 OK 讲明了 你不公平 你偷我 你偷我东西 OK 对 那这事实上的 原因的话 这些事情的产生 是在美国 历届总统 克林顿 让中国加入了 那个2001年加入了 世贸组织以后 这点你必须给 朱镕基啊 记大功 我觉得 我讲一讲 那个题外话 我说这个诺贝尔经济奖啊 啊 这种成立以来啊 给的都是在 那种细节性东西 从来没有 那个 这个 战略性 我认为战略性东西 我认为 如果假如说 给这个战略性的 这种的经济的家伙的话 经济的 有贡献的话 我觉得朱镕基 这个事实是当之无愧 OK 对 他现在都不参与 所以我回到你讲的问题 就说中美 我就这么说 在中美现在的形势之下 在拜登在面临美国困难的情况之下 他的战略的政治上的决策 已经决定了 就是要跟中国有竞争 有合作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是个中国很多矛盾 是战略相识的 有竞争 有冲突 有妥协 但是不会破裂 嗯 了解了 谢谢张教授 就是张教授 其实你是讲到了这个 美国因为有一个内部根源性的一个矛盾的问题存在 所以导致了他现在对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就是我们作为这个这个吃瓜群众来说 不能紧紧的看到表面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应该真正的能够观察到美国内部的一些问题 然后我们才能够更深入的做一个思考 那么下面我来请问一下这个陈教授 您觉得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您觉得中美贸易战是不是像张教授说的 是一个进入一个相持的阶段 但是呢 虽然有竞争有对峙 但是依然还是会有合作的 好 谢谢 我先分享几个数字 中美贸易战已经开达已经两年多了 影响最大的呢 是2019年 按照美国的数字的话 2019年中美贸易总额下降了将近1000亿 贸易产下降了超过了500亿 但是到了2020年 因为新国肥业 美国工厂都关了 中国恢复的比较快 所以呢贸易总额按照美国统计没有什么变化 贸易的差呢 按照美国统计呢 稍微有所下降 按照中国的统计的话 中美贸易2020年 2019年的话 中国呢是差不多增加了18% 从美国到美国 尽管呢增加超过10% 所以总的来说是什么呢 2020年是比较稳定的一年 我们指望2021以后的话 像刚才张晓晓说的那样 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也好 经济机构也好 它是一些长期的问题 不可能抖击的解决 那么这个瓦定到了总统以后呢 一些政策出现有所变化 他要熟悉 他要既定他那个 特朗普的一些 他一些关系也好 不可能抖击的解决 所以呢 中美之间的矛盾也好 经济也好 不可能啊 这抖击的新手的解决 但是好的呢 总体上呢 控制性比较多一些 这个贸易呢 经济改变的 但是呢 项目之间的一些讨论也好 台湖也好 解决问题的话 这个可能还是一个长期的构想 那么关键就是说 可能21年的话 美国的经济得恢复 中国也得恢复 那么一般估计美国 2020年的经济增长是 6位 到5%到8 不过的估计 超过8% 中国呢 大概一般到7%啊 有的时候10%也有 没找我个人的朋友才跟这个分析的话 一般你说美国经济增长百分之 比如说4 它的贸易进口的失求呢 为增加两倍超过 就是百分之 国际贸易的这个规律 世界经济增长速度跟国际贸易增长速度啊 贸易一般增长速度是国际 GDP增长速度的两倍 什么意思呢 经济也好 以后也好 假设美国的经济能够快速 我就恢复 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的话 对国际产品 对中国制造产品的失去啊 会快速增长 所以贸易可能会超过10% 增长都有可能的 这么一个疾病情况 嗯 了解了 谢谢这个陈教授 给我们一些数据啊 就是说因为 我们说数据 其实是能够代表很多的 这样的一种问题 或者代表很多的这个情况 那么所以 其实从数据上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今年对于 对于 我觉得不仅仅是对于中美来说 对于整个全世界来说 经济的恢复 应该是这个重重之重 那么在经济恢复的时候 各国之间的贸易 这样的一种走向 可能也是接下来 我们可以关注的一个点 来问一下张教授 之前您刚才 刚才的问题答案您提到了 而且我们也看到了 在之前拜登 这个总统的这个表态当中 他是觉得对华的基调 我们认为基本的这个基调 是这个竞争和合作 就是说就是说这个 有竞争有合作 就这样的一种关系 那么您觉得在这个贸易关系上 是不是也会延续这样的一个态度 但是如果是他延续这样一个态度的话 他们做出的 昨天做出的这样的一份 给我们看起来强硬的表态 目的又是什么呢 张教授 首先那个这个 首先这种表态 就你讲的很好 就是表态 OK 表态 就是说说而已 就是表态 OK 在这个情况 政治正确的表态 在尤其那种这个敏感的时候 但其实是那种各种敏感的时候 它是就是个表态的作用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经济啊 是国家之大事 但是这里头的东西的话 就是呢 我刚刚讲就必须从那个大的格局来看 我想说从那个美国的现在的问题在哪里 美国美国不管谁来当总统 OK 现在是拜登了 但是如果就是川普当选 他的整个这个在军事上 从全球战略收缩的话 都是不可避免 如果你听川普在这个 每天的时候在那个CBAG讲的话 他就引以为傲了 我把美军要从东东撤出来了 要从阿富汗撤出来 这什么意思 战略收缩 是 OK 战略收缩为什么 就是因为美国搞到现在 他的经济的力量国力 这个数据我就跟你说 我这样不要讲 但是我先会谈过 这个这个这个 他必须要 所以他收缩的时候的话 在这个经贸领域也是一样 他不可能要跟中国 在刚刚陈教授讲 很多展望今年的情况 国际的话 全世界都希望赶快恢复经济 OK 你不能靠印钞票 OK 大家印钞票 这个是这个 这个必定会有大灾难 OK 所以那么 所以但要想 所以在这个经济开始膨胀的时候的话 谁来阻挡这个经济的贸易的话 损失可能是更大 对自己更大的 所以呢 OK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但是美国在全面收缩之下的话 即使在经贸领域 他收成不那么对抗的时候的话 他也必须有战术进攻 OK 有签字 不能让你 这中间 这中间是 所以说 我个人感觉 在贸易 在 但有些东西 是一个持久性的竞争 就举个例子讲 像 关于美国围绕智慧产权 穷打不休 高科技领域 还有呢 中国对高科技领域的 政府的支持 OK 就是中国的模式 中国的很多的产业 中国政府 有一个什么 然后一个大计划 然后全国配合 一起搞 这个东西也不中国 也不中国创造的 对不对 你如果看那个美国 那个 那个当我说 刚刚讲的 美国在南北战争以后 那个list 他的提供的政策 里头 国家 就是用国家所给你的 这种 提供你的这种信用贷款 OK 对 促进 OK 这是国家 那么 美国的二十大战 的时候 他这国家的主导的这种 国防科技的好大 好几个好几个很成功的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呢 这个这里头的 这些东西 但是 中国 美国 我所恐惧的是什么 这一次新冠病毒发现 美国搞个防疫的东西的话 不管是那个什么 装那个什么 可能很不值钱的 什么针头了 针管了 什么那个瓶子了 东西 都是来自美 来自中国 都他当不来中国嘛 对不对 所以说这里头 所以我讲说 在智慧产权 在高科技领域 特别到像 很多的国防相关的领域 像举个例子讲 像中国现在闹很大的 无机 将来可能有更多的 关于国防有关的 那个量子产业 OK 这些东西的竞争 这些里头的博弈 一定是层次不穷的 但是有些地方 我根本为了现实政治的需要 有很多的 那我认为有很多的 可以合作的 举个例子讲 农产品 川普今天当然喜欢农产品 中国卖 是是是 中国也需要 中国也需要 为中国的了解 对对 那么很多东西 这个东西 这个很容易解决 再生能源了 OK 美国现在川普一卡 把中国的那个 那个那个 光电的那种 太阳能板 那种都都搞 搞得后来 美国的自己产 很惨 对不对 对 那么拜登的话 是高呼要 再生能源嘛 对不对 对 所以在这方面 在这方面有合作的 农产品呢 还有工业一些原料 这些东西 这中间可以 那个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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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而且我相信 中国也会有意愿 来降低 这个 贸易的 逆差 但是这里头的话 停下没有是 free lunch OK 你不要钱的午餐 没错 我给你什么 你给我什么 OK 最好的结局是什么 大家都觉得很舒服 我觉得 我赢了 你觉得你也赢了 大家都赢了 最好的事 OK 但是 所以这个事情的话 我觉得这个经济的最后 最真的层面 就是个政治 就是你的 没错 你怎么看你的对手 你把你对手看成敌人 OK 那他做朋友 也没办法 对不对 所以今天的最主要的问题 是美国自己的 现在美国内部 还没有完全的定位 你怎么看 我怎么 我怎么改变我的 这种美国内在的 政治经济的制度 怎么改革 怎么看中国 那么这个里头的话 是我们必须仔细观察 是 刚才张教授 您提到了一个 就是牵制 就是说 您觉得 就是说拜登总统 提出来的合作当中的 就是说竞争中的 有竞争有合作的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说法的话 您觉得合作 对于美国来说 是不是也是牵制中国的 一种方法 怎么说呢 你可以从很多 合作本身是好事 OK 但是你要 但是当然合作的 有很多 有很多是 我们真的是 跟那么 你们谈恋爱一样 真的是 大家都付出 OK 还有的人说 你还是跟做生意一样 对不对 OK 中美可能跟做生意 我们这个 有利益的地方 大家合作 所以呢 但是在 在关键领域的牵制 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但是会不会因为牵制 彼此就闹翻了 我敢 我相信在拜登当 当任的 特别头两年的话 这是非常不可能的事情 应该不可能 嗯 了解了 是 就说就说 虽然是有紧绷的时候 但是基本上不会僵掉 也不会破裂掉 好 然后来问一下 陈教授 就是说 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对于这个全世界来说 可能疫情之后的经济 恢复是重中之重的事情 我想请您来给我们 稍微说一下 您觉得目前在 因为疫情逐渐 可能在 在美国的话 是逐渐的好转 因为我们的疫苗 可能很快就会 可以全民的接种了 就按照这个 我们的预想 那么中国其实 疫情一直控制的非常好 那么中国的经济 也是在第一季度 也恢复的非常好 所以我想请问您 您是怎么样 您目前对于中美两国 在现在这个阶段 就疫情之后的 这样的一个经济的现状 您是会给出 怎么样的一个评价 好谢谢 我先评论一下 刚才你前面一个话题 中美之间的竞争 也合作了关系 我认为呢 在奇并上 前面刻刻地描述了 中美之间的 关系的现状 与进化的发展 那么所谓竞争呢 它有的领域啊 它确实竞争的 比如说京师的 高科技的 这个国际上的 画一球 支配球 等等的东西 最关键是什么呢 2020年美国的GDP 大概是20万亿多一点 中国呢 大概是4.7万亿 超过它60%了 可能呢 15年 多少年的话 中国有可能超过 美国成为世界 最大型集体 这是美国啊 这个各个领域啊 这个政治人物啊 最担心的事情 就是说美国的世界的 经济的最大的这个地位 可能20年左右 多少给中国体内了 这样是美国啊 现在它警局啊 垂直不中出事的 一个很重要的流因 有的理由呢 美国还是要 中国的合作 不合作也不行 比如说解决世界的 这个这个 这个一点问题 冲突问题的问题 对吗 解决了这个 困境污染啊 气候扭化 丁度问题 那么至于 回到这个 今天的主题 经贸关系 我认为经贸关系 它本质上来说 不是经贸关系 事业中合作关系 为什么呢 美国为什么 这个跟中国 之间贸易了这么大 6千亿 这个这个7千亿的 因为双方都有思求 这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以后 它买中国产品 股的某些方面少了 它美国自己也不生产 它还是到其他国家去 所以这不是种经账关系 中国得跟其他国家竞争 同样的呢 中国不买美国产品 它去买欧洲的 买这个东南亚 其他国家的关系 所以呢 中美上方都要意识到 贸易关系是相互依赖的 这个相互活力的 相互失求的 中美的经济机构啊 这个贸易各方面啊 是复古的 对 要是一种合作的关系 当年呢 中美这个贸易总额很大 贸易率差很大 中国的贸易率差 在美国当年的贸易率差的话 百分之四五到五十 中国和美国的贸易顺差的话 在中国当年的贸易顺差 超过百分之六十 所以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这也是呢 中国留意跟美国讨论啊 这个解决贸易纠纷啊 这个很重要的留言 是的 那么至于刚才你问到这个说 这个新国肺炎啊 各方面这个以后 对美中美的贸易什么影响 对经济这个影响的话 这个应该是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 这个这个复杂的问题 我前面讲了 总的来说 中美贸易啊 为有增长的行李 两个争计呢 也都得发展 那么至于这个贸易的发展的程度怎么样 这个呢 跟两边的政治关系啊 这个贸易小业啊 都有相关的 这些因素啊 这个相比较复杂 不出对性呢 也比较多 因为现在新国肺炎 是都能够温解控制 有的人说暑假就控制了 对吗 那么疫苗现在呢 这个美国有三个 中国也已经有两个了 对 都说呢 能够得到的 穷极的免疫 那么这些因素呢 都会影响这个经济的发展 产业的恢复 两国的经济发展 跟贸易的发展 等等因素 是 所以您觉得 现在美国的经济的现状的话 如果是真正的 就像您说的 中美之间是经济互补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您觉得美国还能够 真的能够承受 跟中国之间的 在进行这样激烈的 这样的一个贸易战的情况 我前面也分析过了 2021年 巴顿党总统以后呢 中美之间的贸易 纪念分析问题 不可能很快解决 某些领域呢 可能会跟金人 有新的冲突 在总体的话 这个部位 那个那个恢复到 川普那个时候啊 15%关税不够 25% 25%不够 都要加到45%的 这个情况呢 不会发生 为什么呢 因为数据局面已经说明了 这个关税也好 贸易约分啊 跌两方都没有好吃 没错 现在到其他国家去 去失去 所以我个人认为的嘛 美国啊 恢复经济是 这个只要的责任 对吗 解决金钱呢 也只要的 这个任务 所以呢 中美之间的贸易纪分啊 这个这个这个 他没有多少大病情啊 起这个事情 更严重 更大的冲突 出的本身呢 还是存在的 某些人员呢 可能会更尖锐一些 对中国来说 也是一样的 因为中国发展经济的话 这个出口还是很重要的 你等一下有个话 你双情怀的 我中国研究的话 对中国这个抖进来说 你这个世界国内的 需求的话 抖进来说 它不到目的 出口还是很重要 尽管了中国出口 在GDP比例 从45%的下降 大概只有18%左右的 那对长江啊 中江三国代地区的那些企业啊 进去发展来说啊 出口还是很重要 没错 是的 没错 所以其实就是说这个 我之前也有一个嘉宾说过 中美之间的这个经济啊 贸易还是互补的 就是说这种情况下 其实就不是一个像张教授说的 双赢的这样一个局面 而是一个双输的局面 所以就说我们虽然看到 现在这样的一种 虽然有这个贸易办公室 或者是在期的 这样的一个表态 但是呢 就是说真正的 可能要认知到中美之间 那个现在目前的 这个经济现状的话 还是要认知一下 这个未来 对未来的一些影响 就像刚才陈教授说的 其实都是我们老百姓在买单 那么这件事情就很麻烦 所以但是我们还可以 继续关注 来问一下张教授 因为其实我在这一份的 这个贸易报告当中 政府的贸易报告当中 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提法 特别提到了中国政府 在新疆 针对维吾尔人 还有其他宗教与民族 少数群体 就少数民族群体的 这个广泛存在 强迫劳动的项目 相信这个 大家也知道 就是关于新疆这个问题 那么并表示呢 要把处理这一问题 作为拜登政府当局的 一个重点事项 在这里我想请问张教授 这个是不是把政治和经济 混为一谈了 这样做结果会是什么 还是说您认为 这依然是一个说辞 经济跟政治 事实上从来都分不开 但是呢 当你为了你的 当你很强大以后的话 像英国那是很强大了 就是强调自由贸易 美国很强大以后 他也强调自由贸易 我想说 一点就是说 美国不要忘记啊 美国在历史上 曾经是收关税 收最高的国家 是 是 这第一点 第二点 美国在1913年以前的话 美国的联邦的收入 主要是靠关税 所以这里头的话 这里头 我的意思说是美国今天 我刚刚一开始讲 美国面临了一个 灵魂上的一个重新的抉择 你要走什么路线 你要回到过去 List的那个路线 List的那个路线也不可能 但是呢 你现在过去走的路线 已经是完全不对 那么为什么谈到这个 现在 尤其是美国的所谓白左 白左人的左派 或者是 我不认为 我并不认为民主党一些人 是真正的白左 但是他们是拿着这个 那个大标签 自由 民权 民主 民权 这个东西 民权 对 我刚刚你讲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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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 OK 自由是随着你国家的情况 这个 这个 整体的实力 跟现实发展的情况 而改变 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 完全自由贸易 自由贸易 OK 但是呢 他较过自由贸易 他有一个好处的 因为这自由贸易 根据的有很多一些政治理论的话 科学理论都不谈他 但是他讲的目的就是 就是影射中国大陆不自由是极权的 OK 那么讲民权的话 他现在 可是呢 现在问题在哪里 现在你要按照世界各地的话 哪一个 德国的 美国的 法国的这种民意调查 国际民意调查 的调查结果 你会发现 中国老百姓里头 90%的人是满意现状的 对未来是 是positive OK 这一点的话 跟美国是完全相反的 美国是对未来 感觉到positive人 是不到 可能 我现在详细数字 可能30%左右 OK 我已经不到30% 所以你说 你在讲说中国大陆不搞 人权不民权 老百姓 我得到政府 得到老百姓支持 OK 那讲说 你的新交少数民族 你对少数民族不好 然后讲 但是呢 这里头有很多的水分存在 为什么呢 首先讲 从理论层面讲 当时 在 这个老罗斯福 不是老罗斯福 小罗斯福总统 就Franklin Roosevelt 他那时候一个最大贡献 成立联合国 联合国宣章 是他的 他美国当时的一些人 那时候 现在川普骂的是 世界主义的人 internationalism的人 他们的想法 他们认为很清楚 也就是说 一个原则就是说 基本上就是说 每个国家的主权 这个 大小国家一律平等 什么之类 当然不是完全的平等 我的意思是说 那这个就干涉到 牵涉到 违反了很多 做法是很违反了 当时美国在70年前 他所要建立的 世界制度的 规范 今天美国所做的 是不consistent 那么讲少数民族 他有很多政治目的在里头 但是这些人 在这方面是站不住脚 我在你的节目 也谈好多次 根本站不住脚 因为你拿到个美国 谈开讲 拿西方的记录来比的话 中国的少数民族的地方 政策肯定有很多缺点 但是绝对没有像西方 讲那个缺点 对 要回派 要什么少数民族 没有文字被消灭了 要灭种 这种不扯的东西 那么我所讲 在这方面 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你想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有他利益来 有目的来 就是这种方面 给你制造 给中国 给你制造一些混乱 同时 对我也对中国讲 给你制造一些 作为一种是一种 牵制性的公司 或者是那个养工 假的公司 侧面的攻击 你怎么讲都可以 他主要的 这个东西 不是阻力 就是拿来 拿来 不要钱的 美国国外通过 美国国外通过了 这些东西 so what 但是大家通得很高兴了 我们都 那跟美国老百姓很好 但对美国老百姓 把中国 大多数的美国老百姓 没有出过国 美国的联邦众议员而言 以前我的老数据 最近是不是现在正确 我不晓得 那时候的老数据 就是可能很多年前 十年前的 主要的数据 百分之六十几天 没有护照 从那边出过国 对不对 对 你如果到美国来 谁曾在美国小城市待过 以前我到丹佛 丹佛也不是在小城市 我没在住 我在那边的开会 你看着丹佛的报纸 几乎没有国际新闻的 我从台湾来很不习惯 台湾虽然地方小 可世界新闻各个都有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怎么回事 OK 这就是一个美国的现实 一大少数的一些人 像 Pelosi这些人 他透过管道 影响了一大堆 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尸业的热ifen燃 那中议员在 然后彼此之间 国会今天发了个东西 那各个报纸再一转载 然后呢 又转载给影响美国老百姓 OK OK 这是 fine 你这么做 可是问题是 当美国现在面临对 未来的这个 国家走向的一个思考的时候 那么你渔民政策是对美国好吗 还是让老百姓知道真正的东西 以后才能处理 适合美国利益的做法 你不努力老百姓 那我常常想 在几年前我写了一篇文章 在台湾的报纸里 我就说 我一想说 川普会不会变成嘉庆 这个清朝的嘉庆帝 嘉庆帝也喜欢改 想改 他知道这个问题 那么川普也想改 可是当时候的中国的斯大夫 中国的老百姓 都觉得我大清朝 他们天下第一 为什么 你忽悠了你的老百姓 那么今天的美国的问题是这样 美国面临的问题不是中国 当然中国给他一些压力 美国最重要的问题 美国老百姓政客 能不能都很诚实的 讲出事实 那老百姓知道事实 大家才能够找出 真正适合美国利益的做法 OK 这就是为什么 我相信 我不想 我从来不看你们 那个观众的 我不知道这么讲 有观众的 那个comments OK 因为我觉得 这个我不想 也许人说 你老替老公讲话 我说不是 我是作为一个美国公民 替美国人讲话 OK 我不愿意美国犯了清朝的错误 美国今天还有 还有时间 可以 还不算 too late 还可以改变 如果你要是 要是犯了 那个清朝的 那个乾隆 那个嘉庆 是造后来造成什么 倒光 就完蛋 是 没错 在美中 美国现在 我因为我自己 在美国 而且我 可能看到 我认为 觉得美国 有非常大的危机 我们在洛杉矶 OK 大家可能不知道 今天洛杉矶 现在房价 还是很好 对不对 你如果看 旧金山的房价 旧金山的 rental OK 的这个 那个房价 旧金山 已经跟 奥克兰 差不多了 是 我看了是 OK 在旧金山发生 在洛杉矶 能不能发生 必将发生 是 所以说 美国的 今天南加州 的经济的衰退 跟治安的不稳 绝对是必然 OK 今后这一年 只会变化 所以我说 今天美国面临的问题 可能有些 大陆的 这个官方的 大陆的学者 他没有在美国待过 或大陆很多人 真的你要了解到 这不是你在美国 来访问一下子 就可以了解到 嗯 几十年来 看到美国 从巅峰 走到 走到现在 OK 所以 这个是美国 今天 谈中美关系 谈中美贸易关系 你如果不从 美国的本质来看的话 一定会 没适合 是 没错 美国经济 最大问题 是 没错 其实这个 我也是在张教授 跟我的节目当中 了解到 就是说 其实张教授 对于美国的 现在深层次的一些问题 还是很有他的见解和思考的 所以我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 张教授的一些观点 可以来帮助大家认识美国 就是说 其实很多东西 并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么简单 不要 不要觉得 就是说现在中美之间的对抗 或者是一个人 或者是一个什么局势造成 它其实 根源是在于美国本身的 内部的一些问题 而且这些问题可能是 非常难以解决的 那么来问一下 这个陈教授 这个刚才其实 最后提到了 就是你看 现在这个房价 这个什么情况 就是我们现在知道 这个美国去年的 这个房价 其实是这个 一直在攀升 那么对于这个 今年 继续维持这样一个 低利率的 这样的一个 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话 可能还是会推进 这个房价的 这个提升 而且1.9万亿 很有可能 在这个周五 就会被通过 或者是有消息也说 三月份的 三月初的时候 可能第一笔钱 就要发出了 就是说这个个人的 这样第一笔的 这个纾困金就要发出了 所以我想问一下 陈教授 从您来看 这1.9万亿的 这些钱 流入到美国的市场当中 会不会引起通货膨胀 因为我们有一些 朋友已经反映 东西开始变贵了 您觉得呢 我个人认为 1.9万亿 只有通货可能 就1.6万亿 还不过多少 它对美国的经济的刺激 各方面是很大的 很重要的 那么对通货膨胀来说 抖肌内不会有大的影响 差距内呢 可能是一个比较负面的 一个不好的影响 因为美国 如果2020年代政府的总债务的话 接近27万亿了 加上1.9万亿 还有其他的话 到了最近年底 可能29万亿更多了 因为接着就要完的 而且每年要付利息 所以呢 对政府的附带加重 对通货膨胀的压力就会增加 大家去违顾一下 我们现在美国的经济恢复 其他部分行业 自牛内大概50%到70%左右 其他部分行业 航空业离国什么的话 它可能只有30%都不到的 所以这个1.9万亿也好 1.7万亿也好的话 是帮助个人企业行业 给恢复经济的 这个企业是很需要的 那么这关键是什么呢 美国现在的M2 货币翻译量的话 总的来说不守太高 它是GDP呢100%左右 加上1.9万亿呢 也不会超过120% 中国是多少呢 中国当年的M2 GDP是200% 所以跟中国去比的话 它这个比例不守高的 它是有前例的 当然了这个计算方法 这个用途各方面都不一样的 所以呢 1.9万亿这个 这个世界计划发业以后呢 对某些行业 比如说有的股票 可能会大涨 还会涨 一些王地产呢 它本来呢 因为这个十一例啊 这个经济会晤不好 不下降了 它现在呢 这个可能不下降了 还有有所增加 等等东西 那么这关键是什么呢 美国的很多这些钱 它不得留在美国 到国外去投资了 对 因为美国它的世界上 还有一些这个流通 比较自由啊 投资 因为美国的经济法律 是比较成熟的 你投资机会不是没有 但是你要暴力什么东西 很少的 所以这样是呢 这个七年啊 今年这个 结明两个月啊 中国吸引外卫增加很多 现在中国的经济稳定 增长 比较快之外的话 它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话 它这些投资的机会啊 和你的比例啊 比较高一些 所以呢 这个 1.9百亿 什么多少节 它一部分是流到海外去的 但是最终这些节 它是违流到美国的 最终呢 是美国政府呢 发现再去以后 是要完的 所以呢 中战机来说啊 对通货膨胀 对经济发展啊 各方面呢 是比较负面的影响 对其他认为了 刺激经济 恢复经济 解决个人企业 老百姓的 这个就业啊 生活各方面的责责问题的 这是应该比较好的 这是它的目的 嗯 了解了 那么但是陈教授啊 就是说我们现在 其实也看到 因为这个我们已经 这已经算是第三轮的 这个纾困金啊 就所以就说 这个很多的这个人 也说哈 美国一直在印钱 那么印钱的这个结果 可能我们能够 比较看到 就是美元其实是在贬值 特别是这个 我们看到对人民币的 这样的一个汇率 是一直在贬值 所以您觉得 就是说美元 那这样的一种 一种状态的话 对于呃 这个美国的贸易 是不是也会带来 一个连锁的反应 呃 是这样的 美牛衡量呢 第一个叫美牛 这个index 美牛的指示 现在还超过100的 是比较稳定的 所以呢 这个特别的呢 它还是稳定的 这第一个呢 美牛呢 针对任由呢 它是贬值的 哦 升值的 而二牛呢 它是贬值的 所以什么意思呢 美牛升值跟贬值啊 你要可以拿一个后币 针对人民币呢 它过去一两年前呢 它是升值的 那么最近呢 它这个六个月多少的话 它贬值比较多 所以什么意思呢 总的来说 美牛的其他指标的货币啊 有升值有贬值的 这跟美国的货币发言 美国的经济贸易政策有关 也跟呢 日本也好 中国也好 欧盟它的经济货币政策有关的 就是双边的 这个货币的汇率 它是双边的 那 从德基来说的话 我认为的话 1.9百亿的世界计划也好 这个美国的经济 其他政策也好的话 它对美牛跟其他货币的 货币的话 有影响 但是这个部位太大的 你要从另外一角度来说 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不好的时候 你希望你的后币是升值还是贬值啊 都希望贬值的 都会希望贬值的话 人民也希望贬值 因为后币的贬值会促进你的出口 会减少你的进口 所以呢 你从老就业 这是很多国家都想做的 但是呢 假设美牛贬值太多了 美牛呢 触发在国际上的这个 作为一个只要后面的 这个一个信义基础了 那么这个以后 美国发言国债啊 国债的利率都是不利的 所以呢 它是一种上面的 都面的 这么一种影响 这样 哎 了解了 哎 谢谢陈教授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啊 这个 其实这个货币的政策 或者货币对我们大家的影响啊 其实还是有的 但是这个还是要看 你所处的一个位置啊 对这个 做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思考 对于老百姓来说 可能就是看到了升值和贬值 但是它背后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经济政治的原因 来问一下张教授 刚才我在新闻 我在前面也提到了啊 就是说现在的这个 美国的贸易代表的提名人戴琪 他现在还是提名人 那他可能会在这个周三 也就是明天啊 这个可能会有一个决定 他是否会成为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 那么 他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强硬的 对于中国 必须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购买商品的承诺啊 他是有一个很强硬的表态 您觉得就是说 这个也是像我们来说 他是为了通过这个提名 而做出这样的表态呢 还是说 他其实本身对于中美之间的贸易 是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 还有就是您认为 他最终是不是会被通过 这个提名 首先我想说 这个 这当然也表示 代表他自己的一份态度 但也有很大的原因 是在这个关键时刻的政治表态 今天你如果在美国做民意调查的话 这些年来的影响的话 大家都认为 在跟中国贸易 我说美国老百姓啊 就觉得好像美国吃了亏了 OK 所以呢 所以在这个 在这个川普的 川普的遗产里头的话 给中国的这种 所以那个 这个达了一个协议的话 OK 中国也没有完成 美国也没有完成 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任何政治人物 要单方面的要撤出的话 这是制造 OK 政治上的制造 是 第一点 第二点 那么我觉得 我看到 我倒不明明说 戴琪的 你刚刚讲的 开始的两个文件 我这样讲 就是一个宣誓 那么我看了戴琪的讲话 我倒并不认为 他戴琪讲话 有什么特别的 值得反感的地方 他作为一个美国人 OK 一个美国重要的官员 他当然要对美国的 这个利益 OK 如果中国不搞的话 我一定会 我因为采取 特别他的华人的身份 他说更是 更是敏感 所以呢 在这方面 我认为说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刚刚问说 他会不会被通过 我认为他 会不会被通过 我认为没有问题 OK 他是肯定会被提名的 通过 他第一点 就是说 他是民主党内的 那个 的体制内的人 OK 他民主党内 人家都接受他 第二点 他现在变成唯一的 我本来也认为 还有几个 变成唯一的 一个华人 这个在内阁级的官员里头 对 对 这个 他来出来 做这个贸易谈判代表的话 对于 拜登 对于很多 实际上 这个在 在各种方面的话 宣传方面都有 都有好处 那么 至于说 你说他是不是 真是代表 对中国强硬 我首先 我是认为讲说 作为一个美国官员 他必须要尽可能的 那个 争取美国的利益 那问题的观点是说 利益是什么 OK 你说 OK 那个 那个 贸易逆差 可以降低 我觉得这个问题 小问题 OK 解决的话 习近平大比一回 那么多解决 OK 这个问题根本不是那么大的事情 OK 贸易解决 那么 那这里 但是 中间我谈到 是说 他 我就讲两点 第一点 他会不会对 他的态度 会不会影响美国的 这个 这个 好像对美中美的贸易 将来的走向 对 会不会有坏处 会坏处 我个人 倒不认为 这样的 有两点 我认为说 第一点 他是一个 组长 主管中美贸易的 主管官员 但是 他并没有自己 决策 中美大关系 的 权力 中美大关系的权力 方向 是拜登 决定 对 所以在大会 所以他能够改的 他只能在技术层面化 或者是态度方面 有些改变 但这个 很影响力 不会说是 那么 那么 那么大 就像 川普的时候 那时候搞的时候 当时候来 川普的贸易代表 那个谁 那个 他当时 对华很强硬的 可他后来是 很多的建议的话 事实上是 比较 比较务实的 可是后来 也被宠决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贸易代表 很重要的一个职务 但是他的 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 影响力还是有限 至于说 我个人认为说 他的背景 我觉得对于 那么处理中美的 贸易关系 我个人认为 这也许我是偏见的 有 我认为是有好处 为什么呢 有好处 我个人好处 没有任何的数据 我也没有研究过 他的很多的论文 但是我们 他的 他的父母亲的背景 跟我是很类似的 我跟我自己有儿子 跟他也是很类似 我的朋友的很多小孩子 在从带动物的人 在美国的政界里头 曾经也在美国 来过各地的人 我对我 这些 我的孩子 跟我朋友的孩子 他们都是在美国的 不同的机构里头 深入美国 那么 那很多东西 我们立场可能不一样 可是 因为他们对中国的文化 那么我认为 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对中国文化的 这种血缘 我叫说 Are you proud of being a Chinese American 所以在这种方面 我问了好几个人 那么 我的感觉就是说 他们也许可以带来 另外一个不同的视角 是一般白人 看不到的视角 而且我认为 他这个视角方面 可能会有一些 更好的影响 那么他们讲话 就比一般的人 讲话 华人的讲话 要更有影响力 因为他们是体制内的人 没有所谓 loyalty的issue 没有一个忠诚度的issue ok 那么忠诚度的 他们在一头 讲从一个 从一个不同的态度 我们戴琪 花了两年时间 在广东 在广州 当然大学毕业以后 我自己小孩子也花了 有些时间在那边 他要去 不管他后来的 他当然表示 对中国有感情才不去 ok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我没有客观的 任何的 也没有study他的东西 但是我的感觉 那么 他的父母亲 他父亲已经过世了 但他父母亲 都跟我们的 跟我的很多 很close 是的 我的朋友 跟他非常close 我的感觉是说 我的感觉是说 将来华人要在美国 有影响力 就是必须要有一批华人 在美国的政界里头 不是选议员 众议员一般的 一般的 take you forever to get the stage ok 所以克老师 他有美国有套玩法 ok 但是呢 他们 这些人 特别是东部的 因为我们到洛杉矶 在加州的华人的职 小孩子很多啊 都不愿意离开加州 加州环境太好 对 但是在东部的话 在那个华盛顿啊 在美国的中西部 跟那个美国的 那个 那个 十三州啊 那些区域的 华人是很致敌 他们在美国的政界里头 有兴趣的人 去get involved 我觉得是好事 就包括杨安泽 要大家进行 我一直是杨安泽 ok 那 所以我的意思说 因为他们 会带来一些 呃 比较 健康的 一个 一个 一个观点 了解 就是给我们 就是最起码是给美国人 带来一些不同的视角 然后 能够让他们 能够真正的去了解一些 这个 这些孩子们成长起来 对美国的一个认知 就其实刚才 他们讲话的 人家 他们讲话的话 你要相信 人家认为他是 他是专家 但是我 我去讲话的话 那他 你太叫这个 中国的 太 pro-Chinese China ok 这是必然 虽然 我 我也 但是呢 我的意思说 这中间有很多 suttle 这里头 这个 这个 这里头 所以我从这角度来看 是好事 应该需要有更多的人 哎 是的 没错 确实这个我们这个 其实也一直说这个 华人要发声 还是要走到美国的这个 政治的这个高度上去 就是高层的政治人物 可能才会有 有一些很大的很好的影响 来 最后一个问题 我来问一下陈教授 就是 刚才你也提到了 这个中国其实从去年开始 就已经实施和推广这个 双循环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政策 您觉得这个是不是中国 在为这个 接下来潜在的 中美贸易之间的一些问题 有未与筹谋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双循环到底 可不可以让中国抵御 就是说如果未来 美国有更强硬的这个贸易政策 好 我先问一下 关于中美贸易 涉意的相关问题 我认为这个涉意的稳定化 对中美关系 特别的经贸关系呢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个贸易涉意的 只要内容啊 基本都执行了 那为什么中国的 购买美国的产品总额 没有得到他这个 本来说这个要求的呢 只要有三个留言 第一呢因为这个 新国费业的发生 那么这个影响 失求啊 这个各种因素生产 第二个是政治因素 因为美国最要有获得啊 做中东刑警啊 美国也没有精力去处理 中国这个 中国想买这个东西 对吗 这么的双套什么 没办法解决了 对 那最关键是什么呢 西年下过年开始啊 中美之间的很硬 国际的很硬啊 很讲很紧张 你才不要出国进口 找不到用事公司 但是用费很贵 很贵 增加很多 嗯 接近天我到韩甸的米其去 你知道吗 老米其是美国最大的一个 进口的这个这个 这个集装箱的一个 码头 海上有多少人才在等嘛 上百艘的人才在拍的 啊 没有办法下后 没有办法清关 所以这些因素的话 就是说 会影响实际上呢 这个中国买美国的产品 美国这个这个这个买中国产品 因为美国的车购商 媒体看车购商 到法优器告 说 美国的这个航运公司啊 国际航运公司 它宁口空着车 从美国开到中国去 把中国产品用到美国来 而不仅仅把美国的产品 用到中国其他地方去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思 嗯 了解了 那一上情况的话 第一呢 这是一个中国经济发展 规模它到一定程度 这个对类的性质 我今天讲了 中国营业GDP呢 接近15万亿了 超过美国的60%了 20年多少年以后呢 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所以你这个大的经济体 你亏都大了 你的出口的比例啊 这世界这个这个影响都大了 不可能我就靠外相迎 中国刚刚发给个开放的时候啊 像亚洲四小龙一样 靠外相迎的经济发展 那么现在呢 它很重要 但是呢 这个比例不可能这么高 总的呢 不可能这么大 这是一个 当然第二呢 就是说 国际经贸关系啊 也是个很大的因素 那跟美国有贸易 跟其他国家呢 这个也有这样难养的问题 这是第二个主要的因素 对象呢 我认为呢 对于中国发展来说的话 内情会 外情会想结合 出境呢 内部的失求 供给它的改革 现在比较呢 这个失求呢 也要进行改革的调整 这是一个 经济改革开放的 不容易的趋势 但是呢 经济发展它有规律 你不能想提出一个口号 以后它可以做到的 可能呢 抖机做不到 可能五十年人做到 什么意思呢 中国过期的GDP当中 三加码出啊 消费这些失求呢 只有35%左右 那么现在提高了 因为这个减少了 也只有50% 美国是多少呢 只有67% 而且体力比较稳定的 那么中国从35%到50 就是一个很大的增加 那能不能从50% 提高到美国这样 67% 70%呢 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所以中国所规定的 我们要扩大内施 要内积环 要发展 接着所有自己统一的 市场经济体系 在这抖机内 靠内施的增加来促进 经济发展 得到经济目标的话 基本上不可能 因为经济发展 市场发展 它是由它本身的规律的 而且引到中国经济发展呢 只要还是靠 也很第七 咱将三九周也好 咱将三九周也好 至于经济体的话 它外向经济还是很重要的 超过50%的 这些企业的产品的生产实际 它本来就是像国外市长 这个开放也好 作为目标也好的 所以抖机呢 也不可能更不解决的 那么最关键是什么呢 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施求 它是很巨大的 其实2020年的话 这个中国出口还得增加 对美国的话 出口增加超过百分之八 所以在美国经济的恢复 世界经济的恢复的话 对中国制造产品的市场 还会更大的 因为中国还是世界最大的 制造于国贸 对的 中国的公益是世界上最奇迹的 什么都有的 这个不可能呢 抖机内更改变的 作为一个经济发展 为了减少世界贸易的纠纷 等等东西 中国要扩大内施 搞内情怀和外情怀的 扭迹的结合 这个方向是非常正确的 是 所以是的 这个谢谢陈教授 最后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解释 所以就说 对于我们来说 这个中美贸易战 其实我们说了很久 但是这个 其实像刚才张教授说的 并没有双赢 就是大家其实都是 都有损失 那么在接下来 拜登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下面 我们希望能够看到 这个中美两国在这方面是有合作 就是当然这个基调就是竞争和合作 这个竞争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就说我们还是希望合作更多一点 对我们老百姓来说 可能也会获利更多 今天感谢张教授 也感谢陈教授 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两位辛苦 谢谢两位 杨杨 谢谢陈教授 谢谢各位观众 是的 这个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 继续来给我们互动 然后聊一下你们的观点 我们的直播现在虽然不能进行 但是你们的观点 我依然会可以看到 这个希望我们 我们可以继续的参与节目 也希望我们的直播 可以尽快的恢复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 交点大家谈 我们明天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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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